可以看到警方冲进公寓 嫌犯插翅南非只能乖乖就范 日前北投警方接获献报 这名住在桃园的许姓男子 是竹联邦和堂的成员 不但有枪炮前科还涌枪自重 北投警方跨峡待人 在他屋内查获 改造手枪两支 11颗子弹 还有开山导和毒品吸食器 北投警方加强扫黑力度 在峡区内同时也实施扩大领检 要阻断帮派分子的经济来源 让我们来看现场情形 日前黑道帮派才在观光饭店 以举办春酒的方式串联 行径相当嚣张 台北市警局加强扫荡 誓言对黑帮林荣忍